昏影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385集 人族要攻大影 在距离风云关数日路程的位置上 遭遇了人族大军的伏击 三十万墨族大军毁于一旦 随军的十位御主陨落九位 只有他一个运气比较好逃出升天 可是这一年多时间的逃亡也让他筋疲力尽 身后莫大的危机感不断压迫而来 让他总有一种正在被人追逐的错觉 可无论他如何查探 身后也没有追兵的迹象 再见眼前那一座雄伟的关爱 哲冲从未有哪一次感觉他是如此的亲近 踏进大眼关的时候 哲冲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三万多年了 自墨族攻克大眼至今 从这边出发 原住附近两处战缺的大军 从来都只会战死在风云关或者清虚关附近 还没有哪一次在半道上被人族给伏击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逃亡回来的路上 哲冲一直在想这件事 怎么也想不明白 风云关那边的人族哪来的人手和精力在那种地方设服 按道理来说 风云关的人族理应在墨族大军的围攻下自顾不暇才是 最终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而这个可能性让他有些不安 大眼关本是人族镇守的关爱之一 耗费大眼福地无数代精锐的心血和精力 一点点扩建而成 三万多年前这里与其他人族关爱并无太大区别 数万人族将士在大眼老祖的带领下镇守此地 不让墨族越界一步 然而今时今日 整个大眼关被笼罩在浓郁的墨之力中 在那大眼关的中兴广场之上 更有一座巨大的墨巢屹立 那墨巢如一朵墨色的花骨土 含苞带放 微微舒张和收缩之急 大量浓郁的墨之力从中溢出 这墨巢高达数百上千丈 根基几乎占据了整个广场 远远望去仿佛一座黑幼幼的大山 这明显是一座玉主级的墨巢 墨巢是墨族的根基所在 此地有玉主级墨巢 就意味着这里已经成为某个玉主的领地 常年都有玉主及强者亲自坐镇 这很正常 大眼关作为墨族功课的第一座 也是唯一一座关爱 墨族不可能丢弃布馆 即便是为了鼓舞士气 这里也会派遣玉主来坐镇 而坐镇在这里的玉主 乃是这一片战区中 实力最强大的那一位 欧底玉主 传闻这位玉主距离王主 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这个传闻维持了好几万年 迄今为止也没见这位欧底玉主 有晋升的迹象 虽没有晋升的迹象 不过这位欧底玉主修行 极为刻苦倒是真的 他虽坐镇大眼关 但基本上常年都在墨朝之中 借助墨朝之类修行 底下的墨族都猜测 欧底玉主大概是想踏出那最后一步 成为王主中的一人 事实上 在墨族刚攻克大眼关的那些年 坐镇在大眼关的玉主 不止欧底一位 而是有好几位 因为墨族这边也在防备人族反攻 不过三万多年过去了 人族对大眼关好像很不在意 一直没有要夺回来的举动 墨族也就没有再当回事了 除了实力最强的欧底彻底留了下来 其他玉主都各自回了各自的领地中 之所以留下实力最强的 也是墨族在有所防备 墨族也知道 人族肯定会反攻过来的 只是什么时候反攻 谁也说不准 大眼关如今也就成了欧底的直属领地 不过这里还是很热闹的 因为原住清虚战区 和大眼战区的墨族大军 一般都是在这里集结出发 三年多前 这里便有三十万大军离去 直奔人族风云关的方向 所以当折冲忽然现身大眼关的时候 欧底还是很吃惊的 他吃惊的不是折冲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而是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欧底因为坐镇大眼关 有墨朝建立 所以很轻松能得到一些消息 两位狱主在一座大殿中碰面 相比较风尘仆仆的折冲 欧底无疑更加气息饱满 也没有人族凤茶待客的规矩 各自落座之后 欧底瞧了瞧折冲 试探地问道 这次大军前行 有没有遇到什么值得在意的事 他也没问那三十万大军哪儿去了 十位狱主为何只见他一个 单看折冲有些狼狈的样子 他便已经有了猜测 询问不过是为了证实罢了 折冲连忙点头 欧底文言微微汗手 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话说回来 三十万墨族大军碰到人族那样的阵容 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 折冲能逃回来 真是运气不错了 折冲就很惊讶 你知道这件事啊 欧底白手道 倒是不知 不过一年多前 有消息从风云战区那边传递过来 说是风云官忽然多了一位人族老祖 把平开天数百位 结果那边的王主也被打得重伤 不得不逃回王城 欧主死伤惨重 挥下百万大军寂寞 没有数百上千年的修养 根本难以恢复 折冲文言一脸震撼 他以为自己这边已经够倒霉的了 可跟风云战区那边的族人比较起来 还算是幸运的了 人族这是疯了吗 把这么多八品汇聚一处 其他关爱难道不要了 你遇到的那位人族老祖 是不是个人族女子模样 欧底又问道 这种凝重汗手 不错 当时虽只是惊恐一瞥 他还是看到了那位人族老祖的模样 这就没错了 你遇到的那位应该就是风云官多出来的老祖 王主们彼此沟通过 确定了这个女子 原本应该是坐镇在阴阳关的九品 啊 既是阴阳关九品 何故又跑去风云关 阴阳关那位王主 难道就这么放人不管吗 他这次是运气好 没有被那人族九品发现 这才死里逃生 可若是运气不好呢 恐怕也负了那九位御主的后尘 如今化作虚空中的断织碎肉了 一路逃回来的心酸和惶恐无处发现 想他一个御主何时这么狼狈过 如今得知 那居然是来自阴阳关的人族九品 顿时有些口出不分 神言 欧底盯了他一眼 王主之威 可不是御主能够冒犯的 折冲诺了诺 最终还是重重叹息一声 欧底看他样子怪可怜的 便开口道 事实上 阴阳关那个女子九品 之所以能出现在风云关中 是因为阴阳关那边 又多了一个九品 所以他才能放手雷曲 折冲顿时失神 神族多了一个九品 欧底汉手道 阴阳关九品 现身风云关的消息传出之后 阴阳关的那位王主 便试探性地去阴阳关走了一趟 确定了那边依然有九品坐镇 似乎是原本阴阳关的一位军团长 晋升了 折冲顿时恨得咬牙切齿 人族可真是奸诈呀 人族八品晋升九品 动静巨大 若是选择在墨之战场晋升的话 墨族肯定早就知道了 如今人族居然悄无声息地 多了一位九品 那就说明那新晋证 并不是在墨之战场晋升的 人族早有图谋 悄咪咪搞一个九品老祖出来 然后引发了风云关战场墨族的溃败之势 顺带将他也连累上了 不对 欧底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变 这冲你方才说 你们是在距离风云关数日路程的距离上 遇到了人族的埋伏 这冲道 不错啊 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路上遇见的 当然啊 折冲心想这不是废话吗 欧底也不禁神色变换起来 他之前之所以对折冲的遭遇并不惊讶 是因为有个先入为主的念头 风云关战场上墨族大军溃败 他想当然地认为 折冲等御主率领的援军 也是在那战场上被击溃的 所以见到遮冲活着回来之后 才会有些惊讶 那一战死掉的御主可不少 遮冲能活着运气真不错 可是从这边出发的援军 根本就没有参与 风云关的战事 一位老祖带队的人族大军 从风云关跑出来能干什么 不好 欧底豁然起身 人族有功大爷 折冲咒没道 有何依据啊 事实上他在逃亡的路上 也想过这个可能性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 他是在风云关外碰到了人族大军 但也不能说 那些人族是要来收复大眼的 此事牵扯甚大 所以纵然有这个想法 也没敢第一时间说出来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第4386集